小朋友们你好 今天呢我们要学道德 拿出这本书 打开第23页 打开第23页 好 今天呢我们要学关于 我不浪费食物 不浪费食物是怎么样的呢 如果有食物的话 我们要把它全部吃掉 像这个南海一样 你们看在盘子上 没有什么食物了 是吗 它不浪费食物 因为什么呢 我们的食物呢 是很难得到的 是农夫 辛辛苦苦种出来的 是吗 所以我们不可以浪费食物 然后这些食物呢 是爸爸妈妈辛辛苦苦工作 赚来的钱来买这些食物 然后看到我们没有吃完 爸爸妈妈会很伤心的咯 所以呢 小朋友们也要像他一样 不浪费食物哦 有食物的话 我们要把它吃完 记得也不可以偏食 不可以哔哩哔哩 啊这个我不要 那个我不要 妈妈会伤心的哦 现在呢我们要做下面的练习 首先呢准备好你们的铅笔 然后呢我们要找四个不一样的地方 然后拿来圈 记得我们要圈在B的图画 B的图画 OK 来我们先看从上面 有哪些地方是不一样的呢 啊老师找到了 你们看这个头发跟这个头发不一样 是吗 来我们一起圈起来 接下来跟老师一起再找一找 哪一些地方是不一样的呢 啊 啊老师找到了 这个是用叉子 这个是用刀 是吗 来跟着老师一起圈起来 然后我们再找一找 还有哪些地方是不一样的呢 啊老师找到了 这个菜呢 这个菜呢 跟这个菜是不一样的 是吗 来跟着老师圈 啊 我们已经找到了三个不一样的地方 还有一个在哪里呢 小朋友们看到了吗 小朋友们看到了吗 对了 在这里 这里有水杯 这里没有水杯 来我们一起圈起来 好 小朋友们都会了吗 好 今天的课呢就先讲到这儿 小朋友们再见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